记者叶永迁屏东报道,屏东市台塘三街因为车辆使用率高,路面摆油损坏军力严重,形成交通危险。 台塘公司认为继承道路应由市公所维修,但是公所认为土地是台塘所有,台塘应负责修复,双方互推责任,驾驶人只能自求多福了。 台塘三街不但是住在平塘社区出入的主要道路之一,也有很多驾驶人会行驶的路段,由于该路可以连接屏东市公所、市民代表会、屏东塘厂、台塘量饭店等地点,因此行经的车辆相当多,但是路面从去年起就坑坑洞洞,路面均裂,摆油几乎已经失去粘性,造成许多小沙石被车辆碾碎, 机车骑士行经时相当危险性。 屏东市公所表示,哪有土地是台塘公司,道路却是市公所维护的道理,如果台塘公司愿意捐的给市公所,市公所自然要维护。 台塘屏东厂指出,台塘厂区的现有道路目前还在进行都市计划,因此不可能对单一道路进行捐等。 台塘公司已经表明同意市公所进行道路维修的工作,也承认市既有道路,因此应由市公所负责维护裁队。 由于双方互推责任,民众行经此路恐怕得自求多福了。